亲爱的量学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今日我们一起来学习量线生成机制的动态调整 我们在学习之前首先来珍重声明一下 量学是王子老师发明的一门古式实践科学 被广大量友奉为古海明灯 我是王子老师的地传女弟子 云讲堂特评金牌教练王岩 本课成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量学知识解读 不涉及任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展示案例均未过往的历史数据 不保证未来投资收益 不构成任何证券投资分析建议 不涉及任何投资品种的选择 股市有风险 投资 徐景深 我们在学习今天的内容之前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前期学习的内容 第一节课与大家来交流的是量线的概念 那什么是量线呢 那量线就是以量柱为基础的划线 也就是说在有特殊意义的量柱 所对应价柱的关键点位或价位上 生长出来的有特殊意义的供方线 那我们知道了量线的概念 我们还要知道量线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那量线的核心价值是 我们是找出量线来分析量线 判断这个量线所代表的意义和方向 那这些量线我们在什么地方画 就是量线的深根血背 有七个血背 就是真假高大王美丰 并且又跟大家讲了一个真底战法 那这个真底战法又具有黄金台阶的一个价值 第二节课又跟大家讲 那我们量线是有科学性的 是有护正性的 只要护正是一点定线去世前瞻 又呢以线测点 不光一点的定线 而且以线还能测这个点 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主力给我们一个方向 什么样的方向呢 那我们又什么 又以线又可以量线 那庄家又给我们一个战略图 路线图 我们根据这个路线 我们来寻找主力它的一个方向 这一个就跟大家讲 那我们根据这庄家的工房图 它的策略 我们来怎样来寻找方向 也就是跟大家讲的量线的三项规律 第一个是极点测项 极点测项是每个架住最高点和最低点 都是庄家所谓 那这个庄家呢 在这个点位上是干什么 是来寻找 来测试主力的 它的蹭力和足力来寻找它的方向 如果它这个足力 向上攻击的时候 如果这个上方的足力强大的话 它就会向下来寻找方向 如果它向下运行的话 那它如果找到谷底线 如果是什么得到支撑的话 那它就会什么呢 得到支撑它会向上来发展 就是测试层组来寻找方向 如果是这个极点呢 它同时达在这条线上 这条线叫什么线呢 叫焦点连线 就焦点线 叫什么焦点线呢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价位或点位 它们在一条线上 共享一条线 按时一个方向 什么样的方向 如果在谷底的情况下 那它就会什么呢 找到支撑 它就向上 如果它遇到风底线的情况下 如果又是什么 又是一个多点 焦点在这条线 它什么 它就会降下 这是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是有特殊情况下 那我们就要动态辩证 用该插不插 什么样 就拐点转向 拐点 也是极点 这个极点 即拐点 那越拐转方向 怎么越拐转方向呢 就是在这个焦点连线上 它常态是该跌 如果在风底上 上面遇到压力 又是个焦点 多点在这个地方 我常态是跌 如果是强壮的话 那该跌不跌 强壮 那一跃而起 越过了 这个节点 就是这个焦点 节点这个地方 说的这个装强 就越拐转方向 它就会向上发展 就会打起一波来放 趋势了 在一节课 我们就跟大家讲的什么 讲的亮线的三级飞跃 这个装到底强不强 它有这个装 有自己自身的攻防 陷入图 如果是它第一个 它形成双强一环 就是顶底 顶底互换 那遇到什么呢 它是过了顶 之后再回踩 回踩顶不破 形成双强一环 它会打起一波来 最极品的是什么呢 最极品的 它就是三级飞跃 什么是三级飞跃 出了双强一环 顶底互换 在此阶段 在此阶段 它形成一个精准线 不光是精准 它还依托 黄金柱的支撑 形成三级飞跃 那它就会走出一波 波澜壮阔的一波走势了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如果这个装 它按照四部攻防 叫攻守冲防 根据四部攻防 这样的节奏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擒注这个牛 它就是一个牛骨 我们跟大家讲了亮线 又跟大家讲了亮线的科学性 又跟大家讲 如何来结合主力的攻防 来找到这个牛骨 那这节课 跟大家讲什么呢 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 这些装 没有这些 它的攻防节奏 也找不到 它是攻防节奏 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办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交流的 亮线生成机制的动态调整 第一个 大家要掌握的内容是 亮线的自然生成的原则 那亮线自然生成原则 自然而然 一点连线 它有底我们就画顶 它有底我们就画底 这是什么 这是亮线 它自然而然的 本身就具有的生成原则 那亮线的生成原则是什么 找柱 取点 划线 我们还要来一个修正 怎样来修正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动态调整 怎样来修正 那亮线修正呢 亮线是主力血位上生长出来的 它本身就有的 并且我们要根据主力的行为和意图 来找 找出取点划线 不光我们要找出来这个血位 找出主力这个血位 而且我们要来根据主力行为来划线 怎么来划线 那我们先预判 预判这个主力也许它能走到这个血位上来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做证明又确认等候确认是灵魂 也就是我们思维大法看盘 最后不管主力你的行为走到哪个地方 我也不管你这个血位 你是不是打到这个血位 我必须要等到确认 你确认了你裁粉了 你确认了它这个主力要上攻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才能跟上强壮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也来进行一个什么调整 来一个修正 也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那现在动态平衡 动态调整平衡 先早急 先急后交再找拐 动态调整要点了 那第一个内容 大家知道 量线的生成啊 它不是随意的 我们不是为了化线好玩的 不是为了化线而化线 而是为了寻找主力的它意图而化线 就前急剪课跟大家交流的 对吧 我们要看这个桩 那它为什么打到这个地方 打到这个地方 它后市 它是要往哪个地方向发展呢 是为了跟踪主力的节奏而化线的 对不对 那一个优秀的量线 有时候它可能就是擒纳装甲 或主力的 捆装申 擒腰申 有这样的神在手啊 那即使这个装甲再怎样狡猾 哪怕像狐狸狡猾 那但是它也会成为我们手中的一个猎物 第一节课 亮线的生成原则 那亮线的生成呢 它非常的简单 怎么简单呢 那我们大家就是自然而然 看到点 我们就连线 看到点连线 看到顶 有顶 那我们在这个顶上画一条线 那我们看到底 那我们在这个底画条线 那大家也知道 第一节课跟大家讲的正底战法 对不对 但是经过呢 从昨天收盘 三点收盘到今天早晨 9点半开盘 经历18个 18.5个小时 经过全球的政治 经济 军事 和所有股市被确认的那个底 是这个底我们发现 包括顶也同样如此 它要经过 要经过一个确认 底是经过 经过确认 那顶也同样如此 也是经过一个确认 对不对 那亮线生成的 第一个要求是什么 就是选点 这点怎么选呢 我们要遵循三项规律的选点 那三项规律核心是 就是六个字 先挤 后叫 再找拐 第一个 先找几点 因为什么要找几点呢 因为几点是 每个家族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都是庄稼所为 那我们发现就要根据 根据庄稼行为来发现 庄稼走到哪里 发到了 对不对 甚至第一个都要找几点 先挤 在这个几点当中 那我们再看看 它是不是有多点连线 多个点 聚集在一条线上 那在这条线上的时候呢 那 然后大家怎么 再看 它的方向往哪走 再找拐点 所以说先挤 后叫 再找拐 这是 我们大家 要知道 量线 盛程 第一个要选点 这个点 它是有什么呢 它是有步骤的 这个点 第一个必须要找几点 因为几点是庄稼所为 我们找庄稼 它的意图 根据 为什么在这个市场上 我们只有 找到了庄稼 知道了庄稼 到底强还是弱 那我们才能跟庄 对吧 那勤庄 所以说首先来找 来找这个基点 量线生成的步骤 就是先找基点 再找焦点 这个焦点有的时候 也是什么 也是在这个要点 要结合着要点 对吧 再找拐 那动态调整 要点 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我们为什么 跟大家讲 要动态调整 能找到吗 找到了基点 焦点拐点 是最好的 我们有个 趋势前瞻 对我们以后 方向 指定方向 但是如果是找不着怎么办呢 找不着 是我们大家 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是动态调整 第一节课 我首先要知道 量线的生成原则 那大家来看一下 那自然而然 是不是 那大家看 那游顶 那游顶我们画顶 对吧 这是顶 这顶是什么呢 这顶是不是基点呢 我们首先来找基点 对不对 这游顶 来画顶 那游顶呢 是不顶 那我们来画顶 所以这是顶 那这是顶 是不是 这是顶 对不对 游顶呢 游顶我们画顶 对吧 游顶画顶 那这是顶 那这是顶 对不对 游顶画顶 游顶画顶 自然而然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A A 这个B 这个C 这ABC 是不是是封顶线呢 是封顶线 ABC 对不对 那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底 是这个D 是 这是个底 真底 对不对 那这 对不对 也是个底 那大家又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怎样过的这个顶 怎样过的这个顶 它是 黄金柱 是不是 黄金柱支撑的 那怎样过的这个顶呢 那这也是 也是个背条 背条过左风 进成了 左支有成 搭起来的 对不对 那这波同样如此 这波也同样如此 对不对 也是 对不对 背条 来一个左支有成 对不对 说说它什么呢 我们就是自然而然 游顶画顶 游顶画顶 自然而然 这是什么 这是量线的生成原则 量线生成原则 但是大家要知道呢 要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找 好吗 要找几点 是不是找几点 再找焦点 再找焦点 那怎样找焦点呢 那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的 它必须呢 由呢 两个点位 聚集一条线上 是不是 两个点位 聚集一条线上 像这个 大家来看看 这个点 这个点 还这个点 是聚集一条线上 那这个 被让一过 那它就形成了 过风保顶 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吗 先找几点 然后我们再动态 再调整 再跟大家来讲 第二节课 就量线的动态调整 量线的生成 要遵循呢 几点 焦点 拐点 三个原则 因为呢 有些股票 时段的 它的 极点 焦点 拐点 它不能帮我们 生成可靠的量线 或者它不能满足 就是这一时段 这个时段 这个空间 这个行情 就比如说什么 出权 出权这段 或者什么 次行股 是不是 那我们没有什么 可 一句的 那这要求什么呢 这要求我们对量线 进行适当的 动态来调整 那这个动态调整呢 它不是随心所欲的 而是暂时要回避什么呢 暂时要回避 极点 焦点 拐点的制约 根据主力在盘面上 留下的要点 去寻找主力的意图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 量线的动态调整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主力的足迹 来调整量线的位置 主力走到哪 那我们就画到哪 这也是我们前期 前期也可跟大家来交流的 我们不是为了画线而画线 为了找到主力 它的意图和它的动向 对吧 就是根据主力的足迹 来进行调整的 那这里强调的要点 大家要知道 出了几点 焦点和拐点 它还有一个要点 那这要点是什么呢 要点就是重要点位 或重要的价位 它一般处在什么 价主实体的关键点位 哪些关键点位 开盘价三一二一位 就是我们前期跟大家讲的 两线的标识 对不对 那具体来说呢 要点 它就指除了什么呢 除了几点 焦点 拐点之外的重要点位和重要价位 它具体包括什么 包括识点 整点和密点 也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重点要来掌握的 要点 其中要点呢 它是最重要的 要点就是价主的实体点位 具体就是价主的开盘价和收盘价 结合嘛 结合三一二一 主力 归彩 三一位还是二一位 上三一是位强 二一位平和位 对不对 这是要点 要点 要点包括什么呢 要点 包括识点 整点和密点 而这个整点是什么呢 整点就是价主的整数点位 它来源于大众的心理学 这股市里面大部分人呢 它是不懂量学的这个精准技术 它是传统理论 那传统理论往往会去 去整数 作为自己的工坊参考 因此呢 这整数关口往往成为主力 研判和操作股票的重要一个参考 那密点是什么 刚才我们大家知道了 是识点知道了 就是什么 价主开盘价收盘价 要结合三一二一 而这个整数呢 就是说 比如说 4.99 那我们就说取个整 就是5 对吧 如果是5.45 5.47 那我们就取5.55 整数 整数 那密点呢 密点就是价主 所出的密集点位 它是有多个 不同方向的点位 大家知道了 大家来看一下 它和什么呢 它和焦点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密点是什么呢 这密点是有多个不同方向的点位或价位 聚集而成 聚集在一条线上 而焦点是什么 焦点是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价位 它聚集在一条线上 如果回踩的话 都全部回在这条线上 大家共享这条线 共享这条线 而呢 这个密点呢 它是有多个不同方向的点位呢 不同 这个也许向上 这个想下 那这个想上 这个想下 对吧 那这个想上 这个想上 然后这个 这两个再想下 它是有不同点位 和价位 聚集在一条线上 聚集在一条线上 它叫什么 它叫密点 密集点位 所以大家要把密集点位和什么呢 和这个焦点 大家要区分起来 焦点 焦点是 它是 在一条线上 大家共享一条线 指明一个方向 灰彩 到位 之正 它必然会向上发展 而这个密点呢 是不同方向的点位 和价位 聚集在这条线上 那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 要向要点 寻找价值的时候 就必须要遵循什么 要点平衡率 按照要点平衡率 来进行取点 进行取点 大家今天啊 我们重点来学习 重点来学习的是 识点 整点和密点 也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 要线 我们如何动态 来调整 它在这密点的点位上 那它怎样来寻找方向呢 我们大家 一会儿跟大家来交流 首先 给大家来讲的是 要点 要点是什么呢 要点 就是开盘价 收盘价 三一半和二一点位 对不对 那像什么 像是百丽 是我们大家这一天 跟大家做交流 为什么这一天 跟大家做交流 因为它是个 刺心股啊 我们没有什么 可参考的 我们只有什么呢 我们只有 这第一天什么 第一天是高粱 高粱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对不对 那高 只有高粱不破 后是财火 那我们呢 先识 后须 是先识 后须 微调 微调抓战机 怎样微调抓战机呢 那第一个高粱 高粱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地方 对不对 现在大家共同认可 那如果你想高粱不破 后须必须 你必须 你得第一个 你得 啊 站稳着高粱 尸体平衡线 它有什么 这基点 这个基点 我们看 它是尸体大 是不是 尸体大 而这个 这个 单枪 单枪 这个虚小 所以说我们先取实 然后动态调整 动态调整 看第二天 它怎样过的 这个尸体平衡线 第二天一看 过的虚定平衡线 又是什么呢 又是 加长海量 说 是专专家控拍量好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天 就跟大家来做交流了 对不对 这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量线的要点 根据装线 这个要点 要点平衡率 对不对 那我们再往往看 每个价注 我们看 它根据它10点 那第二天呢 它什么 少尉一回踩 回踩这个 掌停板的上三亿 是跟 也不光根据 它的开盘价和收盘价 对不对 我们要根据什么 根据它三亿二亿 那回踩上三亿是位强 啊 回踩上三亿位强 那它在这两天 回踩调整的话 调整 大家看 收盘收在哪 是 也收在这个 二亿位啊 二亿平衡位 二亿阳关道 回踩不破 抱着股票销 是不是 那这一天呢 是又 它有什么呢 又回踩在哪个地方 回踩在这个 掌停板 市顶之上 是被强 踩头的是强装 来这一波 那这个又回踩哪个地方 又回踩的这个 家族的二亿位 是不是 确认这一天 确认了个真谛 又确认这个阳关道 又打起这一波来 而这个地方 它踩的是什么 而这一波 它踩是头 那在这个地方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三天 它是一个什么 杨阴阴 杨阴阴 那找黄金 对不对 找黄金 那到哪个地方 那 它回来 这一波 就找了这条黄金 就找了这条黄金 所以说这一天 一拉高跟大家讲 我们要高跑了 而且这个没进成 以后再没进成 王牌 合理和接力 所以说 它又远离这太极鞋 它扁扁 就想 向下来调整 对不对 这就是根据什么呢 这就是根据 要点平衡力 每个家族最高点 和最低点 都是装甲 我们要什么 要点 我们大家要找 嫁出的 开盘价 收盘价 并且要根据 它回踩的 看它是三一位 还是二一位 看它是不是 王牌合理接力 它打起这一波来 是不是 这就是要点平衡力 大家要掌握的 一个是 磁心股 再一个什么 出圈 它没什么可参考的 你必须要 必须要跟这个要点 要点平衡力 来参考 是不是 再一个就是 整点 整点刚才 跟大家交流的 我们交流的是什么 整数关口 如果是 它这个 打到4.99 那我们大家 往5 整点 来找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来自于 大中心理 因为 传统理论的 它不知道吗 我们量学 这个区别 那它只会什么呢 只会用这个整数 作为自己参考 所以说 整数关口 往往成为主力 研判和操作股票的 重要参考 这个大家清楚就行 这个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密点 密点是什么 密点就是 家族所出的 密集点位 刚才给大家讲的 它与交点是不一样的 交点是 它才在这条线上 在同一个方向 大家共享一条线 共享的这条线 决定的这条线 决定的这个线 它有一个方向 而这个密点呢 它是不同方向 聚集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我们上个周 与大家交流的 601138 为什么咱们这个上个周 要给大家布置这个作业 布置这个化线作业呢 也就是根据密点 凹峰的时候 大家看 我给大家画看 看这个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看 它灰彩的时候 是不是 这形成的无敌 这个是多少呢 最低 8.99 对不对 那这天呢 大家看 这天 最低 9.06 9.06 大家看这一天 9.07 对不对 那这天呢 9.06 是不是 大家共同 在这条线上 共同在这条线上 几点达到这条线上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在这边 初级 这个 前面的这个 古底线 交点连线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是9.07 那这天呢 是9.07 它是初级 不过 就回彩 初级不过 就回彩 那在这个地方呢 说大家看 它多少呢 收盘9.07 以灰彩9.07 去上 这个什么 从下 从上往下踩 而这个什么呢 往上冲击不过 冲击不过 它是什么 在不同的方向 它是用 不同的方向的点位 聚集 聚集在这条线上 这是什么 在这条线上 在这条线上呢 上面啊 上面是往下踩 下面是往上冲 大家呢 在这条线上 聚集在这条线上 它是用不同方向 而不是什么 焦点 这是焦点连线 在这一块 这一块是焦点连线 它是什么 大家在一个方向 在一个方向 大家共享的这条线上 它是决定的一个方向 就是想上涨 而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是不同的方向 往下踩的 往上捅的 是不是 在不同的方向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密点 密点平衡线 大家要清楚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而且走到哪个地方 我们在哪 跟大家做交流的呢 我们在这条线上 跟大家做交流的 对不对 在这 上个周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是 在这个地方 在这 这天 中午这天 跟大家做交流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这天 跟大家做交流呢 因为这天 有个跳红 跳到哪 就跳红在 密集 叫平衡线上 那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 给大家把这条线 大家看 把它到这 这条什么线呢 大家看 这是前线 一个谷底平衡线 又是什么呢 又是一个凹峰 凹峰 大家看 那这天 它几点 是先几 是吧 先几 几点 这最低是多少呢 最低 1229 对不对 那这个 128 对吧 那这呢 128 大家看 这一天呢 1229 对不对 你看这一天 1230 那这一天呢 1230 那大家再看这一天呢 1230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先 是我们先 先击 几点 你看 每个家族最高点 就低点 就几点几点 都是 都是庄稼 所谓 先击后交 那这条线上 灰彩的时候 就不破 灰彩的时候 不破 再找交 交点 先击后交 再找拐 拐点 那他 灰彩就掉下线上 不破 那他就向上 那他踩破了这条线上 再往反抽的情况下 这他就 就为什么 就有压力 就有压力 一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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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 方向发展 就是 拐点 这又是个基点 出这条线上 那他就往上 破了这条线上 再 在往上挡的时候 那他就变成阻力 对吧 就变成个 向下一个拐点 向下一个拐点 先击后交 再找拐 那我们大家再来看 这条线上的情况下呢 它是什么呢 这条线 他又往下踩 而且又往上处 那他到底是 这个条线啊 他到底是 向上吗 还是向下呀 在这条线上 那大家看 这条线 大家看 这条线什么呢 这条线是不是 就跳空过了这条线 他怎么跳空过这条线 他是一个 长阳 爱住 还须还不张扬 在这条线上的时候呢 那我们大家看 他怎样 第一次怎样过这条线 那第一次 他是以这个黄金柱 对不对 在这条线上 他是家长两所 择机作诺 这个黄金柱 为支撑 这个黄金柱 第二个 那在这一天的时候 他什么 这第一个是初级 用什么几点 因为每个家住 最高点和最低点 都是庄稼所谓 这个庄稼 他们第一个是初级 初级我看看 我往上捅的时候 我能梦过 因为刚才大家看了 他是一个密点 前期 他是什么 一个支撑 到这个地方 他是个压力 是不过压力 不过压力 大家看 是这个 到这儿 不过压力 不过 在这儿 不过压力 在这儿 不过压力 在这儿 不过压力 在这儿 还是不过压力 一是他二只拱三只拱 一直一直就没过这个孤独 对不对 是压力压力位 而是在这个压力位的情况下 那这个庄稼 第一次他用几点 来测试 前方的筹码 对不对 先用单枪 而这个单枪是 还许不张扬 对不对 一触 那二呢 二是咬住了 一触出发了之后 觉得上方没有压力 还许不张扬 在他直接就咬 咬住 这个密点平衡线 是啊 密点平衡线 咬住了之后呢 这一天呢 他就很闻了 你看 这个看量比看家 看家比看量 对不对 这也是个家长 这个量 并且在这个 嫁住 比这一天的家 就尸体有大 那这一天 我看一下 我自己呢 控盘比较良好 那直接就来个 跳 一触二摇 三跳 所以庄家 他的力度 一天比一天强 一天比一天强 尸体 根据什么 就根据这个 密点平衡线 根据这个庄家 他的攻防节奏 和他上冲的动能 那我看到这个庄 他什么 他要起 尸体 才跟大家来做交流 那我们是 就获利这一步 天天 天天大家不要开心 开心不要不要 对不对 这就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 密点 密点平衡线 选的这个庄 又根据他的攻防节奏 根据他的动力 帮拍 上涨的动力源 是不是 我们大家选的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密点 密点平衡 按照呢 要点平衡率 要点 大家要清楚 要点包括 三个点位 哪三个点位 十点 就是架住的 他的开盘价 收盘价 接个三言二一 会采的点位 对不对 看着装和强 这十点 那整点就整数 往整数点 那个点名 好来考虑 再就是密点 这密点大家要清楚 和焦点不一样 焦点是 大家在一条线 共享这条线 共享这条线呢 大家有一个力道 向一个方向来发展 而这个密点呢 它是有多个 不同方向的点位 和价位 具体在这一条线上 具体在这条线上 所以说 根据呢 要点平衡率 来进行取点 怎么来取 怎么来取 具体怎么来取 那第一个 大家要知道 要点 就是重要的点位 和价位 也就是 极点 焦点 拐点 之外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平衡点 它怎样重要呢 因为这个十点呢 它就是过业价 是被确证的 那个点位 所以说它什么 它是最为重要的 那要点平衡率呢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十点平衡 整点平衡 和密点平衡 大家一定要找到 找到主力 它的平衡点 它是向上倾斜 向下倾斜 这个平衡点 所以说 要点平衡率 它就是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 包括三个平衡 点位 这是十点 整点 密 原则是什么呢 原则是 先早时 后早虚 微调 微调抓战机 怎么来微调呢 那微调抓战机 它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十点平衡 大家首先要找 十点最为重要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经过 依旧过夜价 被确认的点 十点最重要 而十点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十点为什么重要 十点就是架出的 开盘价和收盘价 是被确认的点位 所以说它重要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动态调整 这样动态调整 我们要结合 如果在这个 开盘价和收盘价 这个地方 如果它是四点九九 那我们大家要结合 结合整点 因为整点是什么呢 整点是整数关口 是大众心理 没学过量学的 对不对 它只为什么作为这个整数 往整数上来靠 这是主力 它也是 这是研判和操作股票 它也是 来一个参考 对不对 所以说要结合这个整数 那结合整数 还要结合什么呢 如果是在这个 十点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多个点位 就不同点 就是那个密点 多个不同价位 聚集的这条线上的话 那我们还要 进行一个优化 关键什么 关键 你得以这个整点 试点为主 试点为主 以谁呢 以整点和密点 它们呢 整数和密点 相辅 来一个动态调整 那第三个 大家要知道 要点平衡率的曲点 这要点 是最为重要的 要点 平衡率曲点 怎样来曲点呢 它是上行 找湿点 找什么湿点 是高量 高大 又是高量 大阴大阳 对不对 下行 找什么呢 上行 是找什么 上行找到高量和大阴 而下行 找到实底 找到什么实底 是高量和大阳 所以说 上行 找阴实底 下行 下行 找阳 阳实底 而且还要结合高量 不管你上行 还是下行 都要找这个高量 因为高量 高量是成交火热的地方 是庄稼 代表庄稼 这个动向 对不对 上行 大家要找什么 上行 我们要找 看进攻 底人 这大碉堡 我能不能攻上去 所以是找大阴 而下行 我们要来找 找支撑 对不对 上行 找阻力 下行 下行 找支撑 支撑什么 我们看 既然是多方攻上来的 但是大阳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 他回踩的时候 他能不能把阻力 他有没有实力 保住自己的 攻打的 这个大阳 实底平线 对不对 所以说 下行 找大阳 上行 是找的大阴 那识点 识点靠整点 就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识点 你别看他是 十几点 开盘价 收盘价 但是呢 如果你开盘价 收盘价 4.99的话 那我们来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取个整数 因为整数 大众心 也是庄家呢 也是找到 为什么在这个市场当中 这个庄 他呢 也是顺势而为 他是来看一看 看看什么 大众 这些鼓民们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能 能甩掉你们 甩掉对手盘 甩掉跟风盘 跟风盘是谁 咱会跟风盘 对不对 所以说 还要考虑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是呢 这个识点当中 如果是 他是整数关口的话 那我们大家最好 要取个整 比如说4.99 那我们就取个5 对不对 识点靠整点 那他5点呢 就没有关键点 没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没有 大阴大阳 也没有识点 他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要找密点 密点是什么呢 多个点位 聚集在这条线上 不同方向 那这条线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复合线 是跟大家 以后再跟大家讲的 我们什么 先到时 后找须 微调抓战机 对不对 先时 后须 微调抓战机 那为什么叫 微调抓战机呢 那我们就要什么呢 就要给 来找 来找要点平衡率 来找他的方向 对不对 识点 上行 找 大阴 找阴识点 下行 找阳识点 识点 靠整点 5点 5点 找密点 大家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密点 我们怎样来动态 来调整呢 大家来看 上行 上行 在这个地方 上行是找阴识点 是找这个阴识点 但是到阴识点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还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大家还要结合动态调整啊 对不对 来找 来找这个识点 这个识点是什么呢 在这个识点上 这是什么 这是个高量 对不对 又是 又是提到这个高量 又是这个高量 我们来调整 那我们找 那我们找我们呢 我们找我们呢 我们找他的什么呢 找他的识点 那找他的识点 那找他识点 这一堂不过 那找他识点 对不对 是上行找阴识点 找什么呢 找阴识点 找阴识点 结合动态调整 找阴识点 它又是阴识点 又是高量识点 那不过 不过是不是必然要下来 是必然要下来 那下来说 我们就下行 找阳识底 应该找这个底 对不对 但是他没找底 会找底 是我们要动态 我们来调整 调整哪个地方 调整 你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才问到哪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大音 大音试底平线 对不对 而这个地方呢 它又是个放量音 那我们在这边画 不是这个音 是这个音 单枪 长腿这个音 而这个画条线呢 它就是一个 收盘架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这个极点 是先 先极 这个极点呢 踩在什么地方 踩在这个音 湿底平线 又踩在这个 长腿 收盘架 在这个地方 是又形成了 吗 而形成了一个 复合弦 所以踩到这个地方 你们就 来个什么呢 来了一个双阳升 来个双阳升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踩稳了 是踩稳了 那在这条线上 我们要看 上行 找音实点 一个动态调整 又是一个高量实点平 那这个地方 不过不过 我们就以它为基础 那我们看了 灰彩是像灰彩的 那灰彩一二三 第三天的时候 它来个阴阴阳 这天的阳 这天阳它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一个 家长量缩 家长量缩 就是上节课 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那个庄稼 它到底是空盘量不了好 那在过峰的时候 我们看它如何过峰 那这一天 它是一个被量过峰 被量是一箭多星 又结合量性的转化 与升华当中的 空间转化原则 拐点定性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过定起注 那怎样过定起注 那它是个被量 那被量是主力实力 与雄心的温度计 对不对 那箭有雄心 那在此阶段 它又是个架长量缩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没有给大家一个动态调整 这样动态调整 刚才大家讲的 那它是个高粱 对不对 在这一条我们花条线 在这一地方 是这条线 经过几个点呢 经过这个凹峰 是不是 经过这个平台 而且又经过 这个黄金柱 市顶平面线 是不是 这是一条什么 这一条 复合线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个被量过的 所以这一天就与大家交流 那交流之后 它就碰碰碰碰碰 就开始涨 是不是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昆仑万维 大概是 我记得 那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来修正 这个量线 如何来修正 大家看 昆仑万维 这是工业复点 昆仑万维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我们跟大家交流之后 它碰碰碰是打起来了 对不对 那刚才跟大家讲 量线怎样来修正的 是我们根据 第一个 跟大家来根据什么呢 先找极点 是不是 那这个极点呢 它是在什么地方的极点 大家看 我们画一条线 这条线 从这儿 我们大家来看 就近对比 我们看 这条线是什么线 是不是 是这个黄金线 过来的 大家看 是 以它为记住 是 这条黄金线 过来 先找极点 是不是 那这个极点 踩在这条黄金线上 这个极点也踩在 这个黄金线上 对不对 那先挤后交 那是不是 它是什么 那一个点 两个点 两个点 大家共享 这条线 是不是 共享一条线 然后大家决定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 它踩在吗 踩在这个黄金线上 并且 在这一天 它又确认了这个谷底 又是个谷底 又是个黄金线 而且又是个交点连线 大家 两个点位 踩在一条线上 决定一个方向 是向上来发展 这样发展 来个 乖点转向 灰彩 重要的亮线 大家具体在一条线上 共享一个立岛 决定一个方向 是向上发展 把拐点 先急 后叫再找拐 那动态 调整 要点来 向哪个地方要点 那在这上行 找阴石鼎 那这个阴石鼎呢 它又是一个什么 长颜短竹假跌 并且我们刚才给大家讲 那它就又是个高粱 是我们找 找这个高粱石鼎平衡些 在这个地方 又是阴石鼎 又是这个高粱石鼎 不过 不过是这点 它就要什么 向下一个拐点 是不是 在这地方是 越拐 越拐转方向 那转方向 我们刚才给大家交流的 它什么 下行 找这个阳石鼎 而这个阳石鼎 是我们又是动态 调整的 那这个基点 先急 这个基点呢 它踩什么地方 踩在这个 啊 长颜短竹 又是这个 长腿 这个收盘架 这个地方 啊 又形成嘛 又形成一条 重要一条 啊 符合线 对不对 形成一条符合线 大家也是踩在这一条线上 共享这个力道 然后 以它为基础 然后又向上发展 是不是 先急 啊 先急后交 那再饶管 动态调整 要点来 下来要点 开盘 开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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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这是 我们如何来修正 在那修正 根据这个庄稼 根据它的足迹 是吧 它怎样踩 我们就怎么画 一画一看 哦 它原来它的点没在这个地方 大家共享的是这条线 啊 这个地方呢 这庄稼足迹什么呢 它踩的是什么 踩的是这条黄金线上 踩的是黄金线上 啊 决定一个方向 往下上来发展 是不是 啊 是根据什么 根据主力 它的动向 而不是我们什么呢 这是亮线的 曲点化线标准什么呢 以亮线三项 三项率为原则 啊 以要点 要点包括什么呢 要点包括 湿点 整点和密点 对不对 要点平衡 为补充 对不对 以动态调整 进行什么 进行的啊 找穴 取点 调整化线 而这个调整化线 怎样来调整 说装夹怎样子 我们怎么来化 啊 也就是先集 后焦 再找拐啊 动态调整 找 要点 要点嘛 要点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最重要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啊 经过确认的 确认的点位 所以说这个要点啊 那呀 最重要啊 那亮线的盛程呢 它不是随意的 它不是我们 啊 化线是为了好玩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为了寻找主力的意图 而化线 根据主力的动向啊 寻找它的意图而化的线 是为了跟踪 主力的节奏 和它的意图 方向而化线的 那一根优秀的亮线呢 有时候 它就是我们 金达庄稼 主力的啊 金腰省 对不对 那有了这样的绳子 不管这主力如何狡猾 那我们也能轻住它 那我们大家睁开双眼 我们用这个金腰省 那大家 是能找更多 党庭的乐趣 大家 这节课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节课 我跟大家讲了几个内容呢 就讲了两个内容 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前期 前期给大家讲的亮线 它的盛程啊 亮线的攻防节奏 和亮线的护正兴啊 如果这些 给大家讲的 主力的攻防节奏 如果这些 全都找不找的情况下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动态来调整 并且呢 我们还要根据主力 它的行为 来进行一个修正 那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前期跟大家交流的 熟记经典牛股在线 大家看 在这儿 刘宏远 最经典 大家看 那是不是先集 集点 你看 是不是啊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价位 大家共享 这条线 先集 后交 那在这条线上 是多点 在这条线上 在这条集点 这条线上 是大家共享 这条线 合成一个力道 向着一个方向的发展 对不对 那先集后交 在这条线上 那会在这条线 它就上 会在这条线 就上 是决定一个方向 那再找拐 先集后交 那再找拐 它一遇到这条线 就往上走 出条线就往上走 这就是拐点向上 那这条线上 向上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大家 动态调整 要点来 那这动态调整 大家要知道 要点 要点包括什么呢 要点包括 诗点 整点和密别 对不对 那这个诗点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走到这一天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 在哪画先呢 诗点 那第一个 在这个地方上 我们要找风 对不对 那它左风在什么地方呢 那它左风在这个地方 甚至左风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画 画这个左风的话 在这个画这个风的话 是我们大家 就不知道这一天 它到底是这一天 它到底是能不能过 能不能过这个 能不能过这个 音时顶平线 对不对 它不知道 但是呢 那 不知道它能不能过这个风 对不对 但是呢 那我们大家画哪条线呢 我们大家画 画这个音时顶 对不对 画什么 画这个 画这个 凹峰 是画这个凹峰 它过了究竟对比这个凹峰 是不是 它画过了究竟对比凹峰 而且这天 触及哪个地方呢 这天是触及的这个凹峰 触及这个峰 并且呢 在这一天 已经咬住了这个 咬住了这个 咬住了这个 音时顶平线 那我们一调整呢 调整 看调整到哪个地方 把它亮线 第一个调整 过了凹峰 过了凹峰 怎么过的呢 它是被亮单枪过作峰 那来日涨停及险峰 并且又参考 参考这个音时顶平线 那大音时顶是什么 大碉堡啊 我现在嘛 已经捅了大碉堡 为什么呢 也咬住了这个大碉堡 说明墙啊 对不对 那第二天呢 它直接就一个拐点 是不是 什么拐点呢 它直接跳空过了 过了这个 左峰这个位置 说明什么呢 说明墙 说明大家嘛 这天我还在 我这天我还在 咱们是对外交流 亲爱人交流 跟大家讲 这就是一个墙庄 为什么又结合它前期 会采的时候 处处精准 在这地方 它又找到什么呢 在这地方 它有一个是焦点连线 焦点连线 大家共享这条线 那只得一条方向 说明这个庄呢 在此阶段 它是有计划 有目的的灰彩 那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底底抬高 在这它又过什么 过了这个 凹峰 是不是 单墙 过的这个凹峰 那这一天它有什么 又是个照空 又过的这个什么 过的这个左峰 这个位置 顺便这个庄 一桶 是不是 一桶二跳 顺便这个庄强 所以说它就打转 打转 六个板的空间 是不是 先挤 后焦 再着拐 动态 调整 要点 到这个 试点 对不对 动态调整 要点 对吧 把这一条线 这么一调整 那大家就知道 哦 它是过峰 如果我们找这个峰 那我们还要想 它还没过呢 它如何过呀 是吧 还有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还有这个跟大家讲的 三级飞跃 对不对 在这也是 大家看 那线级 对不对 特别在这个地方 过峰包顶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它的基点 破了这个 石点平线 是不是 这些地方一画 是 它踩漏了 但是踩漏 这地方们先挤 基点 这个三个基点 先挤后焦 那这三个啊 基点是大家在 共享这条线 啊 共享这条线 而且啊 最低价比都一个样 基点价比一个样 这就是一个嘛 焦点连线 那它会那个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虚大地人 施保自己呢 树盘收在什么 收在这个啊 收在这个啊 收在这个 石顶之上 对不对 大家共享一条线啊 啊 决定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向上发展 是我们一调整 把这个嘛 把这个量线调整到哪里呢 调整到基点这个地方啊 那 是不是我们就是 这个庄稼工房节制 我们就清除了了 了什么 他说往上攻击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也是 大家看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上 他基点破了什么 破了这个 这天的单枪这个基点 这个虚顶的地方 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我们按照什么呢 我们按照整数关口啊 按照这个湿点啊 那在这画线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庄 它怎样回踩的 它没回踩到位 啊 那我们还要等 是不是 但是我们动态调整 调整到哪个地方 动态调整那这一天的基点啊 基点最高点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一调整 我们又看到什么呢 看到它灰彩之后 打起这一波来 然后再灰彩这个基点啊 这地方的时候 它什么 一个大洋拉起来的 是不是 一个大洋拉起来的 那我们这边 动态一调整 那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庄稼 它的意图是 灰彩的是这个基点啊 这个基点 那它什么 灰彩之后 它就打起一波 灰彩之后 它就打起一波来 是不是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什么呢 给大家讲的 量线的动态调整 啊 动态调整 在什么 在找不着基点 也找不着拐点的地方 啊 找不到基点的地方 也找不到拐点的地方 那我们大家 叫我们来及时 来修整这个量线 怎么来修修整这个量线呢 就是先集后叫再找拐 找不着的地方的时候 或者是找到了 那它不能根据这个庄稼 它的个意图 我们来指明方向的时候 那我们叫动态调整 动态调整要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要点 要点 要点又分为啊 三个点位 什么点位 第一个石点 那石点就是架主的 尸体点位 啊 那整点呢 就是整数关口 啊 因为什么 因为啊 大宗系里嘛 他不知道我们啊 没学过我们俩学这个精准技术 那他往往呢 就往着整数哈 来来靠 对吧 最后就是个密点 密点大家要跟焦点分清楚 啊 那焦点是什么呢 焦点啊 是大家呢 在一个方向 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重要点位和价位呢 聚集在一条线上 大家共享这条线 那合成一种力道 那暗示 这是一个方向 对不对 那形成谷底的 在材料谷底的时候 那他会方向向上 那他遇到足利的时候啊 遇到足利的时候啊 就是风底的时候 那遇到足利的时候 那他方向呢 就会向下 对不对啊 这个就是密点呢 密点是什么 是不同方向 上啊下 上啊下啊 大家什么 不管你上下 是遇到压力 还是啊 遇到支撑的话 那在这条线上啊 具体在这条线啊 那这条线上 那到底是向上 还向下呢 那是我们有最后一个架竹 来决定方向的 那最后一个架竹 你是过这条线 那你向上跳空 你是向上发展 如果最后一个亮珠和架竹呢 他是什么呢 破被音 那向下跳的话 那他就向下来发展 有最后一个架竹来决定 啊 这条线上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 量线生成的动态调整 大家要知道 它的 步骤是什么 先集后就要在这找拐 先找基点 再找看 有没有在这个基点上 有没有啊 这个焦点连线啊 有没有焦点连线呢 我们就知道 它快点向上大发展 如果你也找不到基点 找不着焦点 找不着拐点啊 那我们大家就要想嘛 像要点 来寻找价值 怎么要点来寻找价值呢 这要点就包括 试点、整点和密点啊 不管是你是在上要点来要价值 还是你先集后教再找拐 关键我们大家要什么呢 要不断的来修正这个量线 为什么要不断修正量线呢 因为这个量线啊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我们大家想怎么画 怎么画的 而是呢 这个庄稼走出来的 我们要根据庄稼 它的足迹啊 足迹来寻找 寻找呢 它的自己的方向 还有阻力的它的动向 只有我们根据阻力 所以它走出来这个足迹 那我们画好这个量线 我们才能找到主力的 它的攻防节奏 和它的方向 我们才能跟上庄 清楚庄 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来寻找快乐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啊 动态调整的重要性 只要坚持和努力 那我们都能在股市上投飞 感恩王子老师 感恩量学 我们是相亲亲爱的 我们那边写的 勾当下 看来 我们的字幕 很简单 在乱临 看来 更简单 小心 有